这也太甜了吧,虽然早就做好了吃狗粮的准备 但这么一波猛烈的攻击,这谁受得了呢 整体剧情还是比较有看点的 赵露丝饰演的顾生男,是紫荆酒店的一名主厨助理 现在会做饭的女孩子不多见,专业的更是少之又少 因为一场阴差阳错的抱负,顾生男划错了路径的车 两人就这样成为了死对头 可偏偏这个路径是唯有美食不能辜负的男人 他这次到来,虽然是要收购顾生男的酒店 但谁让被人抓住了把柄,慢慢用美食给征服了呢 剧情的一开始就是顾生男被绿了 他头顶青青草原,本来就已经很惨了 还要面临着酒店被收购,失去工作的困境 这还真是上帝在关上一扇窗的时候又关上了一扇门 不过天无绝人之路,顾生男把领导变成了男友 这样一来不管是爱情还是工作都双重拥有了 刚开始路径对顾生男的评价是说顾生男来克他的 但都说征服一个男人要首先征服他的胃 顾生男又没事化敌为友,不仅征服了路径的胃 更是征服了他的心 两人已是会友,擦出爱情的小火花之后 赵露丝这个八爪与宝子也太要命了 女女生都当场招架不住,瞬间沦陷 这眼神不就是爱了爱了的宠妮吗 也太腻歪了吧,让小编又开始少女性爆棚,想要恋爱了 这部剧遵循着狂撒狗粮,狂磕糖的原则 把恋爱和美食相结合在一起 不都说唯有美食与爱不可辜负 那么这次就快来看一看,俊男美女还有好吃的吧 顾生男和路径两个人相生相克 也因为美食而擦出了爱情的小火花 一手定情,小编已经被这俩人给深深的迷上了 相信随着剧情的发展,肯定有不一样的欢乐 不知道小伙伴们有什么不一样的看法呢 欢迎在评论区留言分享,我们下期再见